收音乐 Sho Happy!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Phil 临沂 Hello Hello Phil 又跟你聊天 因为你有新歌 这首歌叫《关于爱的碎念》 一听的时候我就肯定 这首歌我听过的 为什么会在Pi Studio Version之前听过呢? 因為在你的音樂會上你首先是唱過的 我應該是第一次這樣 就是當這首歌還沒出街 但是看演唱會的人可以第一時間聽到 我覺得有這個福利也是好事 是福利來的 你是用真金八人去支持我 好像平時很多YouTuber都有Patreon 是有特別的東西給他們 我去演唱會有些特別的東西給你 就是新歌 新歌就是當時連歌名也沒有 有些東西都還沒回來 但是第一時間想唱給大家 因為很喜歡這首歌 很喜歡這首歌 現在就直接出街 這首歌你當時就喜歡到連歌名也沒有 裡面的東西都還在收拾的時候 已經不行我要先唱了 就是說這首歌對你來說 其實感覺很重 為什麼那麼喜歡這首歌呢 這首歌我首先一 本身的音樂在我聽 還有它有一種tension 是有張力的 尤其是chorus 我想很難形容的 因為在musical terms 叫做music dissonance 即是有一種磨擦感 它有一種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但我這首歌少有這個效果 而這個故意去 我寫的時候好像有這種感覺 而我記得我做的時候 我真的想過 這首歌的 melody挺好聽 跌得很難唱 當我可以把整件事做完 唱到完 自己又舒服 而這首歌的歌詞 也是自己想去寫的東西 綜合了這麼多東西 很有滿足感 真的很自己做的作品 我自己聽這首歌的時候 可能在幕會已經聽了一次 有個印象在 然後在你出Steel Furns 真的用來拍台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首歌很入腦 中間那裡很容易記 還有好像有些東西 在你心裡的心裡 在你心裡的心裡 在你心裡的感覺 這首歌是說情侶吵架 其實我本來不經常說情侶 我想說是人人之間 所有人都會吵架 所有人都會有意見不同 所有人都會好勝 在這個情況下 你究竟是做讓步那個 不讓步 你究竟是 你究竟對那個人的關係 重要一點還是你輸贏 贏了場交輸了家的關係 有些不一定是嫁 可能是朋友的關係 你在乎他和你的關係多些 還是你在乎你的輸贏 其實有個世界 這個世界有什麼叫做 兩者都不讓步 但兩者都尊重對方的立場 其實都可以的 你有多成熟去面對那件事 就算這個世界一定是你會遇到一些跟你是相對的人 或者是相對的人 或者是相對的人 但是你不可以小朋友這樣 你這樣想我 我不和你玩嗎 要成熟一點 而在過往的十年 我自己也有幾大轉變 因為以前我很好吃 什麼都要 第一 什麼都要贏 玩遊戲 當然要贏 讓人當然不會 很有原則 但是 其實 我太太也有說過 好像 我很怕跟你去玩這些 很怕你 你這樣 遊戲當然要拿來贏 就算你自己相信自己的立場 或者自己覺得這樣是對的 就一定要對方同樣對付自己 而其實根本 不需要 而且 本身那件事可能不重要 但你都要拿著人說 而 當我個人開始 領悟 其實 不一定是要 一定要斥斥自己贏 或者大家要去同意自己 另一個方面 就是 我看到其他人 明明是 大家雙方關係本來很好 為何要這樣 無論是朋友 無論是家人 無論是情侶 經常都是這樣的 而 你要問清楚 究竟 How did it start 通常都是無聊的 或者是 明明無窗大雅的事情 但是搞到 變妨了 甚至反了面 對 顧問之 當然說 溝通當然是重要 但是 這首歌 我們看到的MV 就是為何我和女主角阿慈 就是為何好像 他很冷冷淡淡 因為 那個項目就是 他聽不到我講話 我怎樣跟他說 心底話 他都接收不到 所以沒有 沒有相對的 回禮的情感 又或者是 不知道怎樣跟他面對的時候 或者蒙著他對眼的時候 你會邪落些 可以跟他說真心話 而他又可能 不對著我 用錄音機去錄下 會好些呢 所以說人與人之間 這個 有時可能 面對面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說 有時可能 說錯話 又怕會大家去吶架 可能會發出一段訊息 你可以 小心一點 清晰一點 想清楚一點 才去 去講 你的心底話 有時我們 可能不是不願意溝通 但是 面對面溝通的時候 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 衝口易出 可能有些事情 口快過腦 說出來 收不回 但其實是否正確的意思呢 又或者 是否可以包裝得好一點 令到這件事 出到你 那個尖銳性 沒有那麼強呢 那來了 你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自己其實會怎樣處理多 我本身的人 就不會是說一些 不真實的 有些人是 那時候 故意去 說壞一點 對方的事情 明明 心裏都不是這樣想 但是 要這樣說 我就絕對不會這樣 我頂盡 就是說出 真實的 說話而已 但是 我自己 以前的我 就沒有什麼 添加 現在 不是說我是 過於添加 而是 就是我明白到 其實大家可能對我 本身已經有很多 感覺到 我本身已經疼愛我 有很多我做都不對的事 我自己都有很多壞習慣 你們都不跟我計較 記住一些點 你想清楚 再說話 嗯 就是當你打算 就是說 你這樣對 或者你這樣 其實 對方可能有很多 你身邊的人 可能已經 就著你很多 但是你是要雞蛋跳骨頭 我記得你上個禮拜 你做什麼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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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發覺 對 別人不說你 別人不罵你 其實不代表你 沒有犯錯 沒錯 而 大家都是人 一定 大家都有錯處 但是 你要去那麼跟跟計較的時候 那就會顯得 隔壁的人 都要這樣 嗯 所以現在 開始 可能面對多了這些問題 又或者看到身邊的人 發生了這些事 嗯 在別人的身上 看到一些教訓的時候 自己就 嗯 不如我都要收一收 可能 不需要客客 去到那麼準 可能 不一定 看對錯去到那麼緊要 是 我覺得有些事情 是要 拿一個平衡的 嗯 尤其是好像男生 這樣 是不是你錯都說是你的 這樣 你說就好像很甜蜜 說就好像是 很厲害 這樣 但是呢 這個長演都有問題的 正如 正如小朋友說 我作為父母 對小朋友 對小朋友說 我想吃糖 嗯 我想我小朋友 開心而已 你要多少糖 我都給你 是 是 是 一定會出事 那 你也要知道 有些事情 你也要為對方 要狠狠地 做壞人的 嗯 有些事情 是無雙彈牙的時候 無所謂 嗯 也有時候讓步 不代表你要去 改變你自己的想法 純粹是 你令到對方沒有那麼難受 或者是 你找個中間位 大家都可以有個落台的 嗯 我覺得呢 人與人相處 就是最複雜 最深奧 而我以前 一竅不通 現在我 懂了很多 都是特色的 所以這首歌 我覺得是 很值得去分享 因為 每個人都會面對這些問題 每個人都好勝 每個人都會牙膠 每個人都會有很多 跟朋友之間的關係 怎樣處理的難題 一首用情歌去包裝 其實是說 人與人之間 怎樣去相處 怎樣去溝通的歌 不是真的只是說 情侶關係那麼簡單 任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都可以套到裡面 其實就是說 究竟我們愛對方多些 還是對自己的執著方法低多些 這次用哲學 去做你這張Album的一個大題目 裡面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小題目 現在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跟著下來 你的唱片做成怎樣 唱片的歌都已經差不多了 下一首歌已經差不多了 而這個只會有一個AP 所以 因為 另外一方面 都想去比較結論一點 我又不想說一大碟都是講哲學 好像 會有點滑 有一點滑 還有很heavy 另一方面就是 我覺得 不需要等拖到它這麼多 我覺得是精簡重要的項目 在這幾首歌裡都說完 就對了 然後就下一個project OK 所以看哲學方面的事情 有幾個不同的題目 想跟大家提 已經做得七七八八 今年是會看到的 還是怎樣 我不可以去Promise OK 但是 是快的 因為 嗯 OK 現在我們聽到關於我的碎念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下首歌都快做好了 亦都希望這張唱片 好快可以面世 那下次再拍歌 再跟你聊天 好啊 謝謝 謝謝